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巨人的工具 这里的巨人就是指各领域的精英牛人 这本书就是在讲他们的成功方法论 本书作者是美国畅销书作家蒂姆·费利斯 他还是一位播客主持人 制作的播客节目蒂姆·费利斯秀 下载量超过了一个亿 被称为播客界的奥普拉 在每一期节目中 蒂姆都会采访一位美国某领域的精英牛人 像我们熟悉的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 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等 询问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并根据采访内容整理成了巨人的工具这本书 作者给书中的112位备访者 都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章节 每个被访者分享的经验也都是多维度的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 作者根据这些人所在的领域和分享的经验类型 将本书大致分成了三部分 健康 财富和智慧 你可以将这三部分看成一个三脚架 只有三个方面相互平衡 一个人才能获得可持续的成功和幸福 因为篇幅有限 这里我在健康财富智慧三部分中分别挑选一些经典的问题给你讲解 我们先讲第一类 关于健康 这里说的健康包括身心两个层面 先说身体层面 我们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但是运动的方式那么多 日常如何做选择呢 蒂姆采访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特勤处和美国海豹突击队的体能训练顾问 帕维尔查塔苏林 帕维尔说 体能是一切身体素质之母 而且它是一种技巧 可以加以练习 他推荐了多种提升体能的方法 这里我挑选了其中两种典型的方法为你讲解 一种是阶梯式呼吸训练 另一种是动作神经课时训练 阶梯式呼吸训练可以解决耐力很差的问题 它的核心是计划好每两套训练动作之间 休息时的呼吸次数 例如世界上获得荣誉最多的障碍赛选手 阿梅利亚·布恩 她在做热身运动波比跳时 就加入了阶梯式呼吸训练方法 波比跳也叫做立卧成 它包含了深蹲 伏地挺身 以及跳跃这一连串的动作 阿梅利亚的具体做法是 做一次波比跳呼吸一次 然后做两次波比跳呼吸两次 以此类推 直到做十次波比跳 呼吸十次 另一种能同时提升耐力和力量的方法是 动作神经课时训练 课是雕刻的课 识是钦识的识 动作神经课识是指通过低强度的重复性动作练习 在肌肉和神经系统之间形成更多的神经通路 这样动作就能变得更轻松自然 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假设你做引体向上的个人最高记录是八个 那就先做四个 然后至少间隔十五分钟 再做四个 重复这样的过程并逐渐增加次数 以一直感到自己能够轻松完成为标准 帕维尔的岳父在64岁高龄时用这个训练法练习了几个月 引体向上的最大数量从十个增加到了二十个 除了运动 被访的牛人们还提到了另一种提升身体状态的方法 热疗 日常生活中 人们接触比较多的热疗是洗桑拿或是热水澡 前面提到的障碍赛选手阿米利亚布恩 还有七次获得全美自行车即时赛冠军的戴维扎布里斯基 以及世界公认的历史上最伟大的巨浪冲浪者 莱尔德·汉密尔顿 都有洗桑拿的习惯 科学研究表明 适当的热疗可以帮助人们提高生长激素水平 并极大提高耐力 例如研究发现连续三周每周两次 在跑步之后洗30分钟的桑拿 可以将人的跑步时间延长32% 如果在两次20分钟80摄氏度的桑拿中间 加一次30分钟的冷却期 这样在桑拿后的几个小时 可以把人体的生长素水平提高到基准线的两倍 生长素有助于减少全身脂肪含量 增加肌肉和骨密度 并能够改善情绪 作者先在每周至少四次锻炼之后 洗桑拿或热水澡 每次20分钟 以促进催乳素大量分泌 这能帮助伤口愈合 并有效减少肌肉酸痛 讲完了让身体更健康的运动法和热疗法 那么如何才能让心理和意识层面更健康呢 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你正在工作突然想到家里还有一堆没做的家务 孩子前两天又生病了 客户要的数据你迟迟没有整理出来 这些想法会让你陷入负面情绪 导致你无法集中注意力去工作 影响到你的做事效率 那么如何才能保持头脑清醒冷静 专注投入在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呢 作者在访谈中发现 从首席执行官到著名投资人 从运动精英到畅销书作家 超过80%的牛人采用的方法都是静思冥想 例如 受访者之一 著名影星阿诺德·施瓦辛格 就是静思冥想的受益者 他在电影事业刚刚步入正轨后 面对新的机会和选择 陷入极度迷茫和焦虑 这时他偶然间参加了一个冥想课程 施瓦辛格说 课程结束后 他坚持每天早晚练习冥想20分钟 坚持14天后 他发现自己有了心平气和的状态 也有了更好的专注力 一年后状态更好了 他不再过度焦虑 不再把困难当回事 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挑战 他每天都只专注做一件事 例如 如果是研读电影剧本 他就会拿出一整天的时间都研究剧本 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干扰 最新的研究发现 哪怕每天只用很短的时间 比如5分钟左右进行冥想 坚持5天 就会有更多的血液流向大脑中 帮助控制情感和行为的区域 当累计超过100分钟冥想 人就会产生明显的心理变化 例如会更积极乐观 更有爱心 如果累计完成了11个小时的冥想 大脑就会产生可观测的生理变化 例如 与情绪控制能力息息相关的大脑 前额也挥致增多 体积增大 而主管恐惧和压力的信任和体积缩小 可见 冥想练习对于意识的影响很显著 如果你从未了解过冥想 想知道具体怎样做 可以去听西马奖书之前讲过的《改善情绪的正念疗法》这本书 你能听到冥想的详细步骤 冥想这件事说起来容易 却不易坚持 如何才能坚持冥想呢 被访者谷歌公司资深工程师陈一鸣给出了三个实用的建议 陈一鸣说 一是找个同伴 这就像是去健身房 独自一人坚持有点困难 但是如果有个同伴 彼此鼓励和监督就更容易坚持 二是量力而行 就是训练强度不要超过你的能力范围 比如你能坐到静坐五分钟 时间再长就坐不住了 那你就坐三到四分钟 一天坐几次 三是每天坐一次深呼吸 为什么一次深呼吸很重要呢 原因有两个 一是可以帮助你养成专注度练习的习惯 另一个原因是产生冥想的意愿 本身就是一种冥想活动 呼吸练习能让你产生 每天为自己做些事情的意愿 然后它就能够逐渐变成一种 有价值的思维习惯 陈一鸣还推荐了两种 他最喜欢的冥想练习活动 一是只关注消失的事物 比如在呼吸结束时 注意到呼吸结束了 在某种声音消失时 注意到这个声音消失了 某种情感体验 比如快乐愤怒结束时 注意到这种情感体验结束了 关注消失的事物 可以极大提高你的思维能力 第二个冥想练习是充满爱意的善良 选择眼前或心里想到的两个人 在心中默念 我希望这个人快乐 希望那个人也快乐 做完这些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嘴角是上扬的 相比十秒钟之前 你更快乐了 本书作者说 他在撰写这本书期间 仅仅做了三个晚上这项练习 就发现自己整天在想 我为什么这么快乐呢 好 以上我们讲完了第一部分 牛人们在提升体能方面 会用到阶梯式呼吸训练 动作神经课时训练 这两种运动方法 以及热疗法 在训练思维意识上 大多数牛人都会在日常 做一些冥想练习 这会让头脑更清醒冷静 有更好的专注力 坚持做这些练习 你会达到更好的整体健康状态 有了健康才能帮助你获得财富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们就来讲讲 关于积累财富的方法和建议 这部分的重点有两块 一是如何规划和开拓事业 二是如何进行投资 绝大多数人的财富 是通过自己的事业获得的 而创业是其中潜力最大的一类 因此书中很多关于事业的建议 都与创业有关 第一个建议是 硅谷创投教父 PayPal创始人彼得蒂尔提出来的 蒂尔认为 在选择事业方向时 应该避免趋势 也就是避免随大流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一旦产生了某种趋势 就表明已经有很多人 在这个领域了 会有大量的竞争 品牌差异会变得很小 第二说 下一个比尔盖茨 不会创建操作系统 下一个拉里佩奇 或者谢尔盖布鲁姆 不会研发搜索引擎 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 不会创建社交网络 如果你只是想模仿 这些人所做的事 那你是不会从他们那里 学到任何东西的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去做什么呢 第二说 与趋势相比 我更喜欢使命感 也就是说 你正在解决的 这个独特的问题 并没有其他人试图解决 比如 埃隆马斯克在创办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时 他给自己设定的使命 就是前往火星 怎样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呢 本书中的另一位受访者 彼得戴曼迪斯博士 给出了一些建议 他被财富杂志评选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 是Express基金会等 多家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总裁 彼得建议 你可以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当你还是个孩子 没有人告诉你应该干什么的时候 你想要做什么 你想要成为什么人 第二个问题 如果给你一千万美元 除了开派对 买法拉利跑车以外 你会怎么花这些钱 如果我请你花一千万美元 来改善世界 解决一个问题 你会干些什么 第三个问题 哪里是你能最大限度地 接触新想法 新问题 和新的人的环境 想清楚这些问题 就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的人生使命 避免随大流 第二个关于事业的建议是 关注体系 而非目标 这个建议来自斯科特·亚当斯 他是漫画戴伯特的创作者 这部漫画已被翻译成19种语言 在57个国家的2000多份报纸上刊登 体系是指什么呢 斯科特说 体系是能够培养出持久技能或人际关系的事情 例如 他最初并不是以漫画为生 而是从写博客开始他的事业 写博客的工作量很多 但是给他带来的收入却很有限 看起来很不划算 但是在他看来 写博客是在创建体系 什么意思呢 因为写作是需要不断实践的 通过写博客就可以培养写作的习惯 在写博客的过程中 他不断研究读者的反馈 分析哪一种主题的反响更好 还尝试用不同的风格撰写文章 例如幽默的 自嘲的 分析的 愤怒的等等 就这样持续一段时间后 华尔街日报关注到了他的博客 开始邀请他撰写特邀文章 随后 他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和他的博客文章 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 才促成了他的书的出版 而出书又让他接到了非常赚钱的演讲邀请 直到此刻 他写博客这件事才见到了回报 斯科特说 在他决定写博客时 完全不清楚之后要如何赚钱 他并没有设定目标 写博客只是搭建了一个体系 他会带来各种可能的机会 向任何方向发展新的事业 你可能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例如书法 演奏 烹饪 摄影等等 在日常工作之余 可以有意识地为自己搭建 并展示新的技能体系 日积月累 也许就会出现新的机会和可能 第三个关于事业的建议是 一千个真正的粉丝 这是连线杂志创始主编 凯文凯利提出来的 这条建议的意思是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工匠 音乐人 作家 企业家 摄影师 设计师或发明家等 不需要数百万元的启动资金 也不需要数百万的客户或顾客 最开始 你只需要一千个真正的粉丝 能让这一千个人非常满意就可以 什么是真正的粉丝呢 就是愿意购买你生产的任何物品的粉丝 比如 愿意每个月品尝你的新菜 愿意购买你出版的书或有声读物 愿意在没看到现货的情况下 就预定你的新品 如果你有了一千个这样的粉丝 你就可以通过你的理想职业谋生 这里要注意 一千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 凯文凯利认为 年收益达到十万美元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就足以过上不错的生活 那你每年平均要从每个真正的粉丝 那里赚取一百美元的利润 如果你只能赚取五十美元 那么你就需要两千个粉丝 以此类推 很多发展迅速并取得成功的企业 都有类似特点 他们一开始聚焦在 一百到一千个客户身上 根据他们的反馈和需求进行调整 再把客户规模发展到可控的 收益更高的数量 本书的另一位受访者 泰尔资本管理公司总经理 埃里克温斯坦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建议 不要追求泛泛的名声 因为那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责任 而不是好处 如果有两千到三千个高素质的人 敬重和欣赏你 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这样会给你带来最大的利益 和最小的损失 第四个关于事业的策略是 起步时放下高标准 书中多位受访者都提到过这个策略 比如 皮克斯与迪士尼动画工作室的 现任总裁埃德·卡特姆 你可能看过皮克斯出品的动画片 像玩具总动员 头脑特工队 寻梦环游记等等 不论是故事情节还是制作水准都非常棒 但是埃德说 其实他们所有的电影 最初的剧本通常都非常糟糕 都是通过后期一步步修改 才有最终的呈现效果 再比如 IBM公司也有一个类似策略 IBM公司的销售人员 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效而闻名 公司采用的策略就是 给员工制定较低的工作指标 公司不想让员工胆战心惊 很有压力地打电话 而希望他们充满动力地 完成工作定额和目标 本书另外一位受访者 著有18本畅销书的赛斯高厅 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他说 如果你想出了足够多糟糕的主意 那么不错的主意可能就会自动出现 他建议要经常问自己这些问题 我能达到的最小的目标是什么 值得我付出时间的最小的项目是什么 等等 因为这些目标门槛低 所以他们很容易实现 因此 不论是从失望开始拍摄电影 还是每天想足够多糟糕的主意 或是超低的工作定额 他们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就是让人们暂时放下自己的高标准 从困难最小的地方起步 你想走到远方 就先迈出轻松的第一步 以上我们讲完了在事业方面几个建议和策略 分别是 避免随大流 关注体系而非目标 一千个真正的粉丝 和起步时放下高标准 除了通过事业获得财富 投资也是让财富增长的重要方式 接下来我们讲讲牛人们在投资上的方法和策略 优秀的投资人都有哪些共同的策略呢 著名潜能开发专家托尼·罗宾斯 在与50多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人 一对一访谈后 整理出以下五点 一是控制风险 也就是不能赔钱 比如投资人理查德·布兰森说 他对每一笔生意所提的第一个问题都是 风险如何 我怎样才能规避这种风险 二是 优秀投资人的目标 是用最少的风险换取最大的回报 而不是用巨大的风险换回巨额回报 三是资产配置 他们确信自己会在未来犯错 因此都确立了自己的资产配置体系 以确保成功 投资人雷伊达里奥说 股票的不稳定性要超出债券三倍多 因此 如果你按一比一比例配置股票和债券 风险是非常高的 等于实际的投资比例是九比一 当市场下行会损失惨重 四是 贡献 这些最优秀的投资人几乎都是真正的慈善家 他们热衷于捐助活动 而不是做做样子 这也印证了给予越多收获越多的道理 五是对自己进行投资 也就是努力提升自我 比如 股神巴菲特 在二十岁时 根本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 为了提升自己的演讲能力 他不但花钱参加了有关演讲技巧的培训课程 甚至申请到大学当老师 巴菲特说 对自己进行投资 是在生活中所能做的最重要的投资 以上是世界上优秀的投资人在投资上的共同特点和策略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如何投资创业公司的方法 直觉投资 这是凯文罗斯使用的方法 他是彭博社评出的世界前25位天使投资人之一 在考虑投资时 凯文通常会问自己下面几个问题 你了解你要投资的公司或股票吗 你认为从现在开始 这家公司会占据市场优势 并连续三年业绩上涨吗 你认为三年后这家公司的技术 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吗 除了这三个问题 凯文还会有另一个层面的考量 就是情绪反应 也就是直觉投资 凯文会列举这家公司产品的部分新特征 思考随着时间发展 这些产品特征可能会怎样发展 并详尽地列出 它们可能会给目标消费者带来哪些情绪影响 例如 在考虑是否投资推特时 他考虑了快速共享 关注其他用户 内容连锁等等新特征 以快速共享这个特征为例 在情绪反应上 让用户打100个字 比创建一个博客更快更简单 那么用户对于写长邮件的恐惧 以及担心时间消耗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而关注其他用户这个特征 允许使用者关注自己不认识的人 这对于使用者就像一场游戏或竞赛 人们会鼓励自己的朋友和粉丝去关注它 这会给推特带来免费的营销 在以消费者的视角和感受 思考了这些特征之后 凯文才真正对投资推特产生了兴趣 在投资特斯拉时 他同样用了这种直觉投资方法 当他第一次试驾特斯拉时 最吸引他的并不是车本身 而是他发出的声音 当萌踩脚踏板 车子一瞬间驶过旧金山的一座大山时 他听到了少年时期 在科幻片里听到的那种 嗖嗖嗡嗡的电动加速声 这让他感受到 尽管当时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接受度还很低 但是随着技术进步 电动交通工具将成为交通行业的未来 这让他决定投资这个当时看起来 没什么前途的公司 到这里我们讲完了第二部分 关于积累财富的一些方法和策略 当我们需要规划和开拓事业时 要避免随大流找到自己的使命 要关注体系而非目标 让一千个真正的粉丝满意 以及起步时放下高标准 当我们在考虑投资时 可以参考世界上最优秀的投资人 所采用的共性策略 如果投资创业公司 直觉投资是一个推荐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部分 关于智慧的一些方法和建议 这里的智慧主要是指更好的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状态和能力 第一个建议是制作荣誉罐 这是本书作者蒂姆推荐的方法 它可以让你获得更多自信 荣誉罐就是一个真正的罐子 每一天你做的任何很棒的事 或者任何让你感到幸福或高兴的事 你都可以把它们写在纸条上 然后放入这个罐子里 当我们心情沮丧时 看到荣誉罐心中都会有个声音 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振作起来 要让荣誉罐形成习惯 每天都往里面放点什么 如果实在想不出任何事情 那就写我今天没死 这就是一个靠谱的胜利 要训练自己去寻找生活中的好事 这样你就能经常注意到它们 你的生活就会有更多快乐 获得更多自信 第二个建议是流浪 它来自旅行作家罗尔夫·波茨 流浪是一种旅行 但它不是从忙碌的生活中抽几天时间 去景点打卡 走马观花 而是从你的正常生活中抽出一段较长的时间 例如一两个月 甚至一两年 把身边的事都放下 用一个自由身去广阔的天地中 体验完全不同的世界 流浪不仅是一种真正的旅行 更是一种看待和安排生活的方式 它会让你对生活有崭新的认知 在流浪的过程中 你会不断地观察和体会 不断地对人和事物产生新的兴趣 你会放松自己对于确定性的掌控 不断直面恐惧和挑战习惯 获得真正的勇气和从容 第三个建议是写沉浅笔记 它不仅可以让你头脑清醒 还会极大提升你的创造力 沉浅笔记就是在早上起床后 把脑袋里当下想到的任何事 任何话都写出来 你会发现 写出来之后 头脑感觉很轻松 看事情更透彻了 沉浅笔记也不一定非在早上写 任何时间你希望清到你脑海中的思绪 想要梳理思路和目标 或倾诉某些情绪 都可以随意书写 沉浅笔记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 是为自己写 所以完全不必担心写得好不好 重要的是这个书写的过程 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思维梳理过程 和精神疗法 书中很多牛人都有类似的习惯 例如凯文凯利说 只有在我试着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之后 我才会确切地知道自己想的是什么 写出超级畅销书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保罗柯爱略说 我身边会放着一个笔记本 我会记笔记 但我记笔记的目的 只是把心中想的东西倾诉出来 到了第二天 这些东西就毫无用处了 著名导演兼制片人布莱恩·科佩尔曼说 每天上午我的工作就是做沉间笔记 运笔如飞 不在乎书写 随意写出三页内容 这是我知道的效果最神奇的练习 你会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极具创造力 作者蒂姆也有做沉间笔记的习惯 他除了在笔记中思考如何摆脱困境 解决问题 还会规划自己的安排和表达感谢 此外 他还会列几个提示性的问题让自己回答 对哪三件事物充满感激 哪三件事情会让今天变得精彩 以及自己值得肯定的三点是什么 如果是在晚上写笔记 就写出当天发生的三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以及需要改进的三点有哪些 第四个建议是整晚思考 这个方法可以提高思维效能 更好的解决问题 整晚思考不是让你一整晚都不睡觉去想问题 而是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脑会自动运作 内化你白天学习和工作的内容 到了第二天 你会对前一天的内容有更深理解和更多洞见 你可以借助大脑的这种特点 提高自己的思维效能 具体怎么做呢 被称作硅谷神话的领英公司的合伙创始人 李德霍夫曼说 他每天都会把需要思考的问题写在笔记本上 比如哪些关键的事可能会阻碍问题的解决 或者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有哪些方法或资源可能用得上等等 他会先利用晚上的放松休息时间 初步思考这些问题 让想法自由迸发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在大脑最清醒且空白的状态 坐下来深入思考前一天提出的那些问题 效果就会特别好 本书的另一位受访者乔西维茨金 也有类似的习惯 他小时候是公认的国际象棋神童 之后跨界多个领域都极为优秀 乔西会刻意把做笔记的时间 安排在晚饭后到上床前 在乔西看来 睡觉前几小时的酝酿很重要 早上醒来后 在空白状态再去思考 乔西特意讲到 他在带领学员时 会让学员以高质量地完成一项任务 来结束一天的工作 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一整晚的时间 来内化这种高质量的做法 发明家艾迪生也曾说过 与此相关的一句名言 一定要有意识地带着问题上床睡觉 如果你担心睡前想问题 会让入睡困难 可以在思考问题和入睡之间 做十分钟的冥想练习 这样不仅能让大脑得到充分放松 还能同时实现整晚思考的效果 以上我们讲完了第三部分 关于智慧的一些方法和建议 你可以用荣誉惯 让自己越来越有自信 可以花一段较长的时间去流浪 这样会让你对生活有新的认知 并获得更多勇气 每天坚持写陈间笔记 会让思维更清晰 并极大提升创造力 借助大脑在睡眠时 自动运作内化所思所想的特点 提高思考的效能 更好地解决问题 到这里本书中关于健康财富 智慧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完了 牛人之所以成为牛人 是因为他们在人生的学习和摸索中 找到了关键问题的答案 因此当你迷茫时 或者希望自己有更好的状态时 不妨打开这本书 也许就能获得力量和启发 好 巨人的工具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